诗说 唐代韩语 古之学者必有诗 诗者随意传道寿也解惑也 若非圣额知之者 熟能无惑 或而不从诗 其为惑也 终不结矣 身乎无前 其闻道也 亦先乎无 无从而诗之 身乎无后 其闻道也 亦先乎无 无从而诗之 无诗道也 服庸之 其年之先后 身乎于无 诗古 无贵无剑 无长无少 道之所存 诗之所存也 戒乎 世道之不成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 其出人也缘矣 由欠从师而问焰 今之众人 其下圣人也亦缘矣 而此却欲诗 世故 圣一圣 云亦云 圣人之所以为圣 云人之所以为云 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 则诗而交之 于其身也 则此诗也 获矣 比童子之诗 寿之书 而习其巨斗者 非无所谓传其道 解其或者也 句都知不知 或知不解 或是焰 或否焰 小学而大疑 无未见其名也 无一月诗 百宫之人 不止相诗 世大夫之足 约诗 约弟子云者 则群聚而孝之 问之则悦 比与比年相若也 道相似也 为辈则聚修 观圣则禁于 悟忽 世道之不复 可知已 无一月诗 百宫之人 君子不齿 尽其智 乃反不能及 其可怪 也语 圣人 无常诗 孔子诗 坛子 长红 诗相 老丹 坛子之徒 其嫌 不及孔子 孔子曰 三人行 则必有我诗言 事故 弟子不必不如诗 诗 不必嫌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书也 有专功 如是而已 李氏子盘 年十七 后古文 六亿精湛 皆同习之 不具语实 学语语 于家禽 能行古道 作诗说 多余 一致 我 一致 感谢观看